盼星星盼月亮,CBA总算是要复赛了 由于疫情的影响,大部分外援都没办法归队 这样本来就紧凑的赛程更多了一份悬念和看点 但各位江苏球迷的心情估计就没那么忐忑了 6月4号,CBA官方宣布安东尼奥布莱克尼替换约翰·詹金斯 正是回归肯迪亚 对比马尚·布鲁克斯等一众顶级外线外援 一共只在CBA打过四场比赛的布莱克尼 受关注度确实不高 但它的实力绝对不容小觑 而且来头也绝对不小 我是秋帝时间的小飞 这个视频我将分成两部分 前半段着重介绍一下布莱克尼的背景和经历 后半段,我想针对布莱克尼的一项技术特点 尝试做一些简单的分析 如果你是美国高中篮球的新司机 你可能对Boys Live,Home Team Hoops,Overtime等油管频道比较陌生 事实上,这几个频道可以说就是流量化提制造机 火爆全网的三球 Lamello Ball,胖虎,Zion Williamson等一众球员很大程度上 都是经由他们的视频传播才真正为广大爱好者所知的 今天我们的主角布莱克尼曾经也是一位高中网红球员 论辈分,2015集的他还算是高中急警时代的Young OG了 他的高次混检视频有多达110万播放 Home Team Hoops甚至还为他专门拍摄了7集个人纪录片 不光打球,形象气质这块他也拿得死死 社交媒体上,Offer运动衫,Amiri牛仔裤 搭配上乔十一康扣 每条点赞都是五位数起步 而他的实力也绝对配得上当时顶流级别的曝光度 高中最后一个赛季 他场均31.7分,6.9个篮板,2.7次助攻 入选麦当劳高中全美最佳阵容 三大权威评分机构RIVALS ESPN 247 分别给出了全美第13、第15和第16的排名 是实打实的五星高中生 在众多名校的Offer中 他选择了大鲨与奥牛的母校路易斯安纳州立大学 和当时的全美第一高中生 后来的NBA状元本·西蒙斯联手 一时风投无两 可惜的是,针对双子星并没有碰撞出外界所期待的火花 因为两人都是持球型打法 再加上整体阵容深度也不足 球队战绩非常一般 赛季仅18胜13负 锦标赛上更是耻辱性的以38比71大比分被德州农工所屠杀 随着西蒙斯进入NBA 当二的布莱克尼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整支球队的领袖人物 数据上也获得了较大幅度的提升 场均能得到17.2分 4.8个篮板和1.7次助攻 他也凭借着这股镜头宣布参加2017年NBA选秀 但是,他的比赛方式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 还是以外线持球单打为主 组织串联能力非常有限 防守端偏小的尺寸和略显平庸的移动 也让他没有办法具备NBA级别多位置防守的能力 再加上本身2017年参选的有竞争力的球员确实很多 多种因素结合也导致了他落选的结果 但天无绝人之路 最终公牛队给他了一次在下级联赛证明自己的机会 相较于严丝合缝一板一眼的大选篮球 布莱克尼这种敢打敢拼的风格 明显更适合边打边熟悉队友的下级联赛 他也顺利获得了一份发展联盟的双线合同 找准自己得分手定位的他更是在发展联盟直接开启王者模式 32场比赛场均能轰下32分 6.7个篮板 3.9次助攻 包揽了最佳新秀 全明星和最佳第二阵容这三项发展联盟顶尖硬货 成功将双向合同升级为两年294万的保障合同 但到了1819赛季 真正成为NBA轮换球员的布莱克尼又抱不出了老毛病 虽然基础数据14分钟7.3分1.9个篮板撑不上拉胯 但他自己解决战斗的欲望实在是有些太强了 没场比赛 他平均能收到14次来自队友的传球 但自己只能传出去8次 换句话说 基本上有一半的几率 你把球传给他 你就可以准备回防或者抢篮板了 而他41%的投篮命中率 也让公牛最后决定还是裁掉了这位发展联盟沙神 之后的故事就是江苏肯迪亚了 听了我的简单介绍 大家应该也有所了解了 布莱克尼吃饭的绝活就是个人单打 而今天我想着重分析一下他单打中的绝中绝活 悬浮运球后的干拔跳投 这个技术在英文里叫hand dribble pull up 跟传统的dribble pull up 运球后跳投不同的是 hand dribble pull up 利用悬浮的运球动作 使其在最终干拔前有了更长时间的停顿 一方面这个停顿能帮助运动员更从容选择进攻方式 更舒服地进入到自己的投篮节奏 另一方面也能让进攻方有更多时间去判断和阅读 对手接下来的防守策略 因此做出更加合理的进攻选择 这个动作对急停急起平衡性和爆发力都有很高的要求 也是目前NBA球员扎克拉文韦斯布鲁克的常用进攻技巧之一 回到布莱克尼 在11月8日江苏主场对阵天津的比赛中 他爆砍44分 其中悬浮运球后的干拔三分就占了15分 我们看看天津队蓝队这边后续的发挥 布莱克尼又是正面干拔三分命中 不抢到蓝把 王红两发不中 蓝本球拿到 交给布莱克尼单打李荣培 干拔三分 那他为什么能将这项技术发挥的这么游刃有余呢 我们以这一球为例 回看慢动作 我们可以看到 布莱克尼左手悬负运球的同时 右脚向前向上登地发力 之后双脚都飘在了空中 整体节奏并不快 然后他有一个明显的转跨动作 这让左脚前探的距离非常远 配合着上半身微微前倾 扬装突破 给予了防守者极大的前冲压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他后面投篮动作开始的时候 防守他的15号王一博 还处于后退的状态 根本没办法第一时间做出封盖的反应 我们再看布莱克尼的右脚 在前探的左脚踏实之后 他的右脚以极快的速度跟上 甚至没有拳脚掌落地 就已经发力起跳开始投篮动作 结合之前较慢的悬浮运球动作 有了一个节奏上的变化 这也让防守很难适应 我们换到另外一个角度 可以明显地看到 他的整个干拔投篮的动作 是带一些后痒的 在空中 右脚自然向前踢出 给自己创造更大投篮空间的同时 也让靠右的投篮手对准篮框 落地时 他还伴随着后退的小碎步 更是缓解了膝盖直接硬着陆的压力 整个动作娴熟精炼 没有任何多余动作 再加上本身就很出色的弹跳和弹速 防守很难对其做出干扰 更可怕的是 布莱克尼并不是无脑地 在任何情况都使用干拔 他还会根据防守 调整自己的进攻方式 由于干拔的杀伤力太过强大 防守可能会提前预判 他悬浮运球后就会跳起投篮 所以不会因为他的探步突破假动作而后退 例如这一球 王一博在他探步的时候 仍然选择保持防守站位不变 其意思就是说 我根本不信你会突破 整这么多虚头八脑的 最后你还是会干拔跳投 这时 布莱克尼就直接假戏真做 探步之后顺势直线突破 直插篮下 从而轻松获得两分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 这样阅读防守的能力 让他的单挑进攻更加琢磨不透 本期对布莱克尼的介绍和分析 到此就结束了 我个人也非常期待 布莱克尼在复赛后的表现 看看各队对他这招 Handrebo Pull Up 是否会有针对性的防守部署 也欢迎大家关注秋迪时间 CBA复赛后我们会加大力度 希望兄弟们弹幕评论留言 多给些意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赛